大家都知道,二战中的德裔日三国被称为轴心国。这三个国家中意大利是出了名的打酱油,主要大打出手的是日本和德国。而日本在二战前有人口约7000万,而德国则为6700万。 日德两国在战争中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动员,其中有以德国为甚。仅军事人员便动员了近1800万。我们知道一战后受到凡尔赛合约的制约,德军的人数被限制在了10万人以内,而且服役人员的服役期必须达到12年。这一限制直到1935年才被希特勒打破。 然而德国却在十年内动员了几乎整个国家的士林男子参加战争,而且公认的德军军事素养的评价还位居各国之首。那么德国用了什么办法达到几乎全民皆兵的境地呢?本期熊熊点兵。熊熊。